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皇争霸国际赛消息 除此之外还有全路13岁或以下空手道公开赛 出战杭州亚运特辑等等 第十一届亚洲青少年武术錦标赛完成了一年四日的赛事 主场出击的澳门代表队拿到娇人的成绩 一共身获13金、12银9糖 仅次于国家队排在奖牌榜的第二位 代表队在吐露方面成绩比上一届更加出色 当众韩帅华个人斩获两面金牌 而散打派出六名运动员全部都有奖牌进奖盖 今届亚洲青少年武术錦标赛就在塔石体育馆上演 代表队主场出战之下拿到相当亮眼的成绩 特别是在吐露方面 全部13面的金牌都是在这个大汉当中产生 我们先回顾一下韩帅华的表现 韩帅华就是澳门其中一位有潜质的武术新星 在本地赛市已经拿过不少奖牌 出战这项男子青年组太极先只有三位选手各族 韩帅华是最后一位出场 这位代表队选手在赛前的太极剑发挥就一般 只是以第七名完成 来到交位先场的项目可以说发挥得心应手 见到前两位出场的印尼和香港选手都未能做出超过8.9斤 韩帅华就把握机会了 做好动作冲击冠军 连续的起跳都可以平稳落地 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 结果是做出9分 拿到个人今届第一面金牌 韩帅华只有还有出战太极拳 这次就变成首位登场 韩帅华为了这个赛事做了充分准备 他赛后都说在主场出战压力就比较少 可以更专心地发挥和享受比赛过程 见到他整套动作神情都非常之轻松 我们一起提醒他的表现 完成这套动作之后 获得裁判给到8.8分 为其他参赛者设了一个挺有挑战性的分数格 之后还有6位选手登场 其实他们都有能力挑战韩帅华的排名格 其中印尼的费迪安斯亚表现最为接近 做出8.793分 只是落后0.007分排在第二 最终韩帅华以赛微优势胜出 收获今届个人第二金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项第三名斗得难分难解 中华台北和汶内的选手同样都是8.79分 结果共同获得同牌 除了个人赛 韩帅华也有份出战吐露团体项目 帮助代表队收获一面银牌 接着我们听听韩帅华对自己的表现有什么评价 都是很感恩 多谢教练 多谢我们队友的支持 大致上都挺满意 因为都挺投入 我上场打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都挺投入 都没有去想其他之类的事 就是专注在场上将所有动作租好 享受好场上每一刻 来到女子青年组男棍的赛事 镜头拍着的就是代表队的张月玲 这个项目有8位选手参赛 张月玲排倒数第三位出场 在她之前国家队的小将曹月月 做出9.1分 成绩暂时排在第一格 这个赛事基本上都是张月玲和曹月月之争 见到张月玲的动作和表情都相当有气势 结果获得9.21分 以0.11分的优势超前曹月月成为南军冠军 贵军是香港选手 而在南军项目张月玲再次遇上竞敌国家队的曹月月 张月玲同样都是排倒数第三位上场 表现出一贯的水准 获得8.98分 成绩一度名列首位格 不过紧接出场的曹月月 这次成功收复失地 是唯一做出超过9分的选手 她就以9.143分赢得金牌 张月玲落后0.163分收获一面银牌 同牌周游香港的选手拿到 至于另一位代表队女将曾远亭 就出战女子青年组兼术 这个项目竞争相当之大 前四名的选手都是拿到9分以上格 最后脱荣而出的就是曾远亭 力压印尼和韩国的代表 以9.15分拿到金牌 而曾远亭之后再在长拳收获一面银牌 女子青年组太极线方面 代表队的郭惠明都有稳定发挥 郭惠明就说先前是太极兼牌第六 没办法站上颁奖台 反而令到自己在这一行心态更加放松 最终是收获9.03分 为澳门增添一面金牌 代表队今届包揽男女子的青年组太极线冠军 今天表演都发挥正常 平时差不多 暴凝可能会比较稳 张月宁 曾远亭和郭惠明三位都在个人项目赢得冠军 合作出战女子的对练项目 亦都可以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这个项目相当考验队员之间的默契 因为每位选手都要同时应付另外两人 亦都要顾及互相的走位 期间有翻滚和跳跃的动作 伴上胜十足隔 代表队获得8.73分 勇奪金牌 来到棍術的项目 代表队都有奖牌进帐 叶文乐出战男子青年组 这位15岁小将整套动作流畅完成 结果做出9.166分 排名第三 连同刀術个人获得两面同牌 没试过跟国际选手比过 所以不知他们的实力是怎样 我想借这个机会取经验和切赛一下 主场首先觉得优势都算大 因为有很多队友和朋友过来支持 会觉得兴奋一些 还有打到平时训练的水平 一些细节位都处理得很好 回顾完吐露的焦点赛事之后 我们去看看散打项目 代表队派出6名运动员参加这个大行 全部都有奖牌落袋格 分别拿到三银三铜 在类智青年组48公斤级决赛 南方代表队的古惠燃 头两日先后淘汰了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的选手制身决赛 迎战国家队的孙若南 古惠燃首局就处于下方 这次被对手踢到 来自成都的孙若南 曾经在世青赛拿到铜牌 实力就明显更胜一筹 紧正一局继续掌控形势 最终直落两局胜出赢得冠军 古惠燃就收获银牌 刚才那场比赛自己发挥有点紧张 但有点打不出来 不过整体都可以 没有采取什么策略 因为对方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学习 所以就尽自己能力 没有采取什么策略 女智青年组60公斤级决赛方面 南方代表队的朱文善 对伊朗选手拿稀美 两个人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 朱文善多次被对手击中 结果即落两局落败屈居牙军 自己可能在力量或技术上 都被对方差 拼搏精神 就打算去搏对手 打得太紧了 整个人都不敢出动作 可能被对手知道了 至于男子青年组65公斤级散打 代表队的郭敦煌杀到入决赛 对红方国家队的沙海青 郭敦煌多次攻击都受制于对方 期间差点都可以把沙海青推到台下 但被对方及时化解 结果郭敦煌连续两个回合都输给沙海青收获银牌 我觉得未到我平时的水准 然后因为第一场我觉得打得很好 然后因为可能是中国队的原因 搞到我可能比赛时会有点紧张 所以上场没得好像第一场那样 发挥到自己平时训练出来的东西 完成了四天的赛事 代表队今届成绩 共收获13金12人9堂 仅次于国家队排在奖牌榜第二位 而单计吐露的奖牌更是明列第一格 吐露代表队教练游俊贤就说 满意运动员的发挥 他们亦都突破了上届成绩 最后就听一下代表队两位教练的总结 总结这次我们四天的比赛 我们每个年龄段的小朋友 都发挥了他们应该有的水平 包括一些青年组的运动员 因为他们准备都是要承接成年组 他们在今次都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拿过成绩 还有看到很多地方国家的小朋友 儿童组都非常之强 所以我们都是要加进步 和我们的训练的进程 我们前段时间正好放出 我们前段时间每天练两次 这段时间的训练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后他们能拿到奖 对我们小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也希望他们以后能坚持 能坚持到成年以后能参加亚运会 世界赛 世界更大的舞台 希望他们再去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梦想 两位教练都补充 会审视一班小将在这个赛事的表现 来完善之后的训练计划 加强运动员全面胜 过去的星期日进行了本年到第二场拳击公开赛 设有13场比赛 澳门有5个人参赛 包括下个月将会出战杭州亚运的陈敏敏 他在女子54至57公斤级对着香港选手勾盈影 打了三个回合 最终陈敏敏 点数不定勾盈影 代表队教练吴角拳就说 队员需要多外出参赛 急修经验 本年到第二场拳击公开赛 吸引来自澳门 香港 深圳 肖庆 广州 珠海及佛山船首来参加 一共有28位温东员 比赛分为乙童组 女子组及成人组 一共设有13场比赛 澳门代表队有5位队员参加 先和大家看看女子54至57公斤级 穿着红衫的是代表队的陈敏敏 对香港拳手勾盈影 一共打了三个回合 陈敏敏赛前的计划在赛吹游走 以及控制距离 过程中在内心找机会去进攻的策略 首回合发挥到预期表现 不过陈敏敏在被战杭州亚运期间 左边的肩膀受伤 之后两个回合也不小心再次触发救运 导致不够力量出拳和做动作 加上对手勾盈影 曾经代表香港参加东京奥运 有一定的实力 不过之后两个回合 欧盈盈就抢主导拳 接连打出凌厉的攻势 最终凭着点数号击败 陈敏敏赢得这么飙 第一回合是发失较好 第二回合可能就是 之前训练的时候弄傷了 左手肩部 刚刚刚刚又挖了一下 然后就不够 就是左手不够力去继续发挥 这只手比较难去做动作 然后就发挥也没那么过后面 陈敏敏补补充 在出战杭州亚运之前都没有比赛了 只会保持在珠海做实战分练 目前是要先处理伤患 教练吴国权也提到 在正底时间会加强突然反击这方面 以及调整步伐等等 其实今次赛事里面更加看到 他其实步伐是需要更加去调整的 我们会相对去针对他今次赛事的弱项 去做强化脚步和防守 和一些出拳的频率 至于男子60公斤级 穿着蓝衫是代表队的沙尔文 迎战香港的邝子俊 邝子俊也是前香港代表队的成员 年龄也都带沙尔文超过10年 沙尔文赛后都说到 其实心理压力到极大 不过就知道对手身材是偏矮小 所以着重是距离为主 沙尔文整场比赛都能够打出赛前的部署 过程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心急 并利用速度优势去出拳 结果三个回合之后多次击中对手 五位裁判一致裁定沙尔文莫胜 沙尔文表示胜出是非常开心 但实践经验仍有待加强 我觉得可能自己的心理 可能知道对手是大过我 十几岁可能心理压力都比较大 如果说正常我训练是100%的话 我再做回比赛里面的话 我可能就是做了其中的65% 所以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经验 是还未够的 代表队教练吴国权总结这场比赛 表示队员需要多多外出参赛去吸收经验 才能够再进一步 以我们现有的情况下来说 其实他们发挥得是不错的 因为近两年我们代表队都没有出去参加过大人的比赛 导致我们的教育经验是不足够的 所以其实这次他们的表现是在我的意料当中 至于男子70公斤级的赛事 澳门的郑冠希胜胜 至于另一名澳门选手李肖毅在儿童组也胜胜 本年度一共是设有三场拳击公开赛 最后一场将会在11月举行 第十届斯王争霸国际赛将会在10月6号起 一年两日上演 今届以杯赛的形式进行 将会有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蓝丝竞女参加 思琪今次的比赛地点有点不同 是的 今届首次怡尸去到马角庙前地举行 提升赛事的吸引性 同时加入了青年赛和幼师表演赛 为市民和旅客带来观赏性极高的体育胜事 斯王争霸国际赛今年踏入第十届 将会在10月6号至7号一年两日上演 今届将会有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蓝丝竞女参加 局局长潘永权 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和一众嘉宾为赛事揭幕 赛事亦首次怡尸去到马角庙前地举行 提升赛事吸引性 为市民和旅客带来观赏性极高的 国际级体育胜事 主办单位说借助斯王争霸国际赛 能够更好地宣传澳门 我想最大的不一样 过往都会在我们的场地里面举行 今次是真的将它移私到马角庙前地 其实作为一个景点赛 这个吸引性会更加高 还有我们第一两件事会考虑 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 怎样可以借助这个城市 城市比赛是一个体艺文化的竞技 除了作为交流之外 其实对澳门一个整体宣传效果很好 变成了马角庙 整个地方是一个 我们所谓很天然的一个背景板 亦都可以帮澳门宣传得到 今届赛事以杯赛形式进行 除了过往设有的男女子高庄之外 还加入青年赛和幼丝表演赛 赛事其实都是国际赛 我们都会有所有高庄 男子女子 女子都是我们过往已经加入了 你都会看到更加多的女孩子 女士小朋友都很有兴趣去玩 其实都不输涉给男子 这个亦都我们加了青年赛和幼丝的表演赛 幼丝就是你看到小小的小朋友培训 其实都可以给一个平台 给他们一起交流一下 青年也是澳门其实是一个 我想是十七八岁 越来越多人玩的时候 这个竞技其实是一个良性 可以令到他们参与得更加多 廖泳期补充 适逢到时在中秋和国庆节一假期 同场亦都举行诗艺文化周 现场还设有非为文化展示空间 首艺工作坊等等 为大众带来诗艺文化的多元体验 另外当日的赛事发布会上面 大会亦都向第九届的 幼丝暑期兴趣班完成课程的 一众学员颁法证书 10月还有一项大型体育赛事 在澳门举办 就是澳门高尔夫球公开赛 将会在10月12日 展开一年四日角组 这一项赛事属于亚群赛 其中一个分站 施加六年再次在澳门复办 这届一共吸引了144位球手角组 当中有不少世界著名的球手参加 包括赢过大满贯南非的艾尔斯 中国名将梁文聪 和两届冠军得主张连伟 透过局长潘永权表示 期望透过复办赛事 能够吸引更多球手和爱好者来到澳门 其实无论赞助商或者联会方面 都很希望在澳门再次举办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说 高尔夫球赛在澳门办得很成功 我相信希望透过大赛组委会 各方面的优良工作 可以吸引更多球手 相信也会吸引更多喜爱高尔夫球的朋友 来到澳门去欣赏澳门高尔夫球公开赛 澳门公开赛已经踏入第20届 将会继续安排在高尔夫球乡村区乐部举行 今届有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 共联体育委员会为了推广青少年足球运动 及提升青少年对足球的兴趣 由1999年起举办青少年小球联赛至今 今届的比赛将会在下个月15日开朗 设有三个年龄组 分别是青年17岁 少年13以及15岁组 每场比赛会分上下半场割踢20分钟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 截止日期是下个月6日 每组如果不够4队参赛 就会取消那一组的赛事 而赛制就将会在秋签之后公布 比赛逢星期135的晚上 安排在工人体育场进行 好了 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会儿 节目第二部分回来会有其他的体谈消息 稍后见吧 欢迎回来节目的第二部分 全澳13岁或以下空手道公开赛第二回合 在澳门运动场室内馆顺利举行 当日有近160位的运动员 参与多个组别的个人 团体 营和组手项目 气氛都相当热的 由空手道联盟主办的全澳13岁或以下空手道公开赛第二回合 一年两天在澳门运动场室内馆顺利举行 这项赛事吸引到12个熟会 近160位的运动员参与 二年龄层尼分级 包括了个人 团体 营和组手 现在镜头拍着的就是年纪较小的运动员 参与营的赛事 一群运动员都将所学发挥出来 当日都相当热闹的 除了小朋友参赛之外 一群家长也非常支持 令到现场的情况相当热闹的 场内的小运动员就认真地演绎 场外的家长也全神贯主 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运动员就在场边准备 空手道项目在澳门就越来越成熟 过往更加在不少的亚运项目上取得奖牌 更加吸引到家长、样子女投身在这个项目 总会的架构也都占出成熟 令到这个项目更加蓬勃 这个镜头就看到不少的家长 就正正在场边 无论是打气也好 或者拍摄也好 都非常支持自己的小朋友 当然总会也都把握这些机会 去慢慢找出他们有潜质的运动员 现在在这里的运动员之中 未来将会是代表队的骨幹成员 接着跟大家看看Apex亚洲尖锋嘉莲画 活动安排在澳门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面举行 当中包括了60位的选手 其中国内有10支队伍 而日本和韩国各有5支 两天的赛事 合共有24场比赛 当中除了有团体赛之外 亦都有一些娱乐的赛事 参与的除了有一些职业选手之外 亦都有偶像女团的人气成员 令到这项赛事生息不少 Apex英雄是一款战术射击类的电竞游戏 而今次的活动是下季 是暂新赛事计划 并且是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的 这项的电竞活动 可以说吸引到较多的人 来到场馆现场看比赛 正式比赛的部分 包含两个赛道 战术竞技模式的赛道 称为主赛道 和团队竞技模式赛道 即是副赛道 主赛道是三个人一组 各支的队伍将会在12场的角族里 取得更多的积分 最终根据积分排名 产生冠军 经过了两天的角族 冠军来自中国的队伍 由阳光开朗大男孩 凭着两胜的表现 以132分奪得主赛道的冠军 一班选手 未来还会在英国白鸣汉献忌 又来到出战杭州 亚运的环节 今集会和大家关心一下 铁人三项和单车两个项目 看看运动员的备战情况 其中第五度出战亚运 上街在铁人三项 个人蔡勇奪和排队去浪 也积极备备战格 期望在床皆迹 出战杭州亚运 是由美高梅德约播出 杭州亚运铁人 项目分个人赛和混合接力赛 每个国家及地区 可以报两位男子两位女子运动员 参加这两个项目 总参赛运动员的上限为男子三名 女子三名 澳门代表队就派出三男三女 男子代表有王展华 周文杰和刘卓熙 女子代表有许朗 情稳如同的原因 其中铁娘子三十八岁的许朗 第五次参加亚运会 上一届印尼亚运 终于得尚所愿拿到铜牌 如今再一次踏上亚运会的征途 目标定在前八名 亚运的目标是靠班兵 如果有人 为何牵求 这是此类似理论 既然继续理论 至於男子代表周文健 王展華也是第二次參加亞運 上階引尼分別以第19和第20名完成 成功達成預定的目標 今屆王展華打算再進一步 希望能夠以15至20名內完成 希望在游泳項目可以跟到中上游科集團 希望借助游泳項目可以在單車方面一群人去踩 下地的話就看回到時的狀態去決定跑多快 其實今次的目標都是定位進步一點 可能是15至20名 但因為近期的訓練狀態都開始下跌 強度高了和訓練多了之後 受傷開始慢慢出現了 加上自己可能放鬆得不夠 令受傷機會出現了 所以近期都有點傷 但導致到近期的訓練都會比較少 即是不確定練那麼多 至於另一位男子代表周文傑 為了備戰杭州亞運會 隻身前往台灣 和台灣當地的大學鐵人隊進行訓練 期望尋求突破 在今次的杭州亞運會裡面 我最主要的目標是想突破自己 上一屆個人的最好名次 和努力爭取前十名 而為了今次的亞運會 我和鐵人隊的健態教練溝通過之後 決定自己一個過到台灣 和大學的鐵人隊一起訓練 而最主要的目標是想 逼自己跳出舒適圈 尋求一個突破和改變 杭州亞運鐵人項目 個人賽距離為51.5公里 包括游泳1.5公里 單車40公里 跑步10公里 而混合接力賽 每隊由4名運動員組成 比賽順序男女男女梅花間足 每個人都需要完成一個 完整的超短距離鐵人三項比賽 包括游泳0.3公里 單車6.67公里 和跑步2公里 澳門代表隊今屆會出戰全部項目 女子代表除了許朗之外 還有晴韻魚和吳遠欣 其中首次出戰亞運的晴韻魚表示 希望能夠吸取經驗 順利完成賽事 暫時說到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目標時間 或者名次 因為始終都是最近才開始有比賽 出道去比賽才知道自己有甚麼不足要改善 可能都是在韓州亞運之前的一個月 或者幾星期之前 可能才會定一個實際的時間或者名次 主要方向都是以累積經驗為主 始終都是第一次參加 而吳遠欣早前出戰在日本蒲棍舉行的 亞洲鐵人賽 在女子全程距離的30至34歲分齡組 拿到冠軍 實力值得肯定 今屆年同初次參加亞運的劉卓熙 雖然都是以後補的身份參與 但對他們的鐵人生涯來說 是一次很好的經驗 雖然我這次也是一個後補的成員 但去到當地能夠去參觀 去觀戰這次的韓州亞運 我相信對我自己未來的賽事 都是有一定的得著的 雖然沒有得正選 但去到那邊都可以跟高手練習 可以切開一下 互相交流一下 受到疫情影響 澳門相比其他亞洲地區 復常的時間比較遲 復辦鐵人賽事也較慢 代表隊教練安藤健泰表示 由於澳門運動員欠缺比賽 今屆會稍為落後於其他亞洲地區的選手 希望海浪是頭五名 上次是第三名 不過這次目標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們是少少看了水平 為甚麼 因為其他國家已經兩年前 或者去年已經開始了比賽 但我們是從新加坡年開始的 所以現在比其他國家互相差很多 所以希望透過五名 然後女生 是陳彎悠 是她第一次參加的亞運 然後她游水都壞 現在還在補充 所以我希望海浪和一隻上水 會透過十名可以 邱曼杰和王晉華 他們兩個都 一次都沒有試過 八個巴仙女完成 所以一個目標是八個巴仙女 我們全部灣東云都沒有機會參加亞運 所以亞運是一個最高級的比賽 為澳門人 所以我們超集中那個比賽 得到好成績 杭州亞運鐵人三項比賽時間為 9月29號至10月2號 在淳安介守體育中心鐵人三項賽場舉行 共產生三面金牌 至於單車代表隊方面 派出四男一女出戰杭州亞運 男子分別是劉朗新、金展博、郭滿華和劉啟華 而女子就是歐凱恩 參加多項場地單車和公路單車比賽 場地單車方面有男女子全能賽、男子默迪信賽 而公路單車就會有個人計時賽和男女子大組賽 單車代表隊密羅緊固備戰 其中女子代表歐凱恩 六月初在香港參加的國際場地單車杯 是女子精英組個人追逐賽得到銅牌 杭州亞運的目標希望是能夠跡身前百名 我會在亞運參加場地全能賽 公路會參加大組賽 我想兩樣都有信心 因為跟了這個教練之後 公路的成績都好很多 所以以前可能只是場地 但是現在公路都會有信心不太多 希望盡量進入前百名 至於男子代表新老成員都存在 其中上屆全能賽得到第七名的流浪生 今屆期望能夠獲得更好的成績 而首次精戰亞運的金箭博 就期望能夠順利完成以吸取經驗為主 因為我已經是第二屆參加 所以上一屆的成績都OK 今屆上想再進步多一點 上次全能賽得到第七名 今次最起碼得到第七名以上 因為今次也是第一次參加 還有上星期經歷完亞錦 一些成年組的戰鬥之後 我們都認識到始終都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今次的目標都是完成為主 希望可以在亞界下界再努力爭取前百名 單車代表隊在七月開始 前往昆明進行為期超過四十日的高原集訓 進一步強化體能和技術 之後還會前往杭州千島湖 屬集亞運單車的比賽場館和公路 代表隊教練朱建偉 由去年十一月開始擔任澳門代表隊教練 協助運動員提升水平收到不錯的效果 朱建偉表示 今屆亞運對運動員有信心 努力衝擊前百名 我們現在下一步還是希望強化一下 在高原上高原基地的環境也很好 另外訓練隊伍也很多 這樣的話共同的提高對他們有觸及 我們現在隊伍的目標最少是前百名 跟前百名努力 因為現在我們剛參加了亞洲錦標賽 比賽過程中確實也是困難挺多 完成的 我們看來準備下一個目標有一點困難 但是現在隊伍還行 他們現在還有這個想法 我們也奔向這個目標去努力 杭州亞運場地單車項目 比賽時間為9月26日至29日 在淳安介手體育中心單車館舉行 共產生12面金牌 而公路單車比賽時間為10月3日至5日 在淳安介手體育中心公路單車賽場舉行 共產生4面金牌 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敬見群英除了在星期二晚10點半售播之外 星期三上午10點半 下午3點在澳市澳門 澳門體育和澳門資訊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今集內容 提提大家 本台今個禮拜會直播多項的足球賽格 包括了歐洲冠軍聯賽首回合附加賽 五世伯甲組聯賽 除此之外還有世界羽毛球錦標賽格 敬請留意 今集的節目來到這裡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遠足感 雖 rid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